台大校园旁摆出一整排紫色电动滑板车 这是学校学生会和新加坡业者 5月底在校园举行为期两周的共享滑板车试程活动 就是看它方不方便然后停放有没有问题 我看它的定价好像比U-bike会蛮多的 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随地就是还车 共享电动滑板车近几年在欧美许多城市盛行 但台湾现行规定电动滑板车平衡车 只能在校园公园等封闭区域行式 不能骑上车道人行道否则最高可罚3600元 目前新加坡法国德国等国都着手修法 交通部去年启动自行车及类似运聚安全管理之研究 建议朝低度管理进行 但各方意见分歧 我们大概朝这个方向去讨论一下 是不是有机会修法合法的上路 其实国内意见很分歧 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 我们现在是在陆续征询一些意见当中 举帆电动滑板车能否上路 又或者行驶在人行道骑楼慢车道时 要不要订定不同限速还有年龄限制 考照挂牌安全帽等项目都需要再讨论 恐怕等时间之内还无法上路 远时新闻综合报导